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如果有那麼一台蘋果電腦 它的外觀類似於你平常看到的Mac mini 但是機身又稍微厚了一些 然後內部是採用蘋果字眼的處理器 那你會想到哪一台電腦呢? 我們一二三一起唸出來怎麼樣 一、二、三 Mac mini 沒錯,就是這台蘋果在2065年所推出的Mac mini 它的內部是採用蘋果和Modora合作研發的PowerPC晶片 搭載512M的記憶體 好啦,你猜的應該沒有錯 就是這台蘋果今年所推出的Mac Studio 那我們這集就來聊聊為什麼我要買它 然後要怎麼挑選規格 以及你為什麼也要來一台吧 強大的性能、絕美的外觀 提供了絲般順滑的剪輯體驗 剛推出的時候就讓多少的影像創作者 為之瘋狂 那個程度應該是不亞於 中研大叔看到王清琳唱愛你了吧 我這次買的是官網的最低配版本 M1 Max 10核心CPU 24核心GPU 32G的統一記憶體 然後512G的SSD 你一定聽過很多人說 買Mac之後不能升級硬碟 所以至少要加到1T、2T 然後甚至以上才不會後悔 那我為什麼不加呢? 那我來告訴你 我之所以買官網的最低配版本 然後不加硬碟 不升級M1 Ultra 主要就是三大理由 沒錢 沒錢 沒有錢 唉沒辦法 有錢的話誰不想買最好的呢? 512G對於一般的創作者來說 真的是略少了一點 畢竟要是素材都錄4K60FPS的 那一個案子的檔案量都是好幾十個G啊 一台電腦根本就裝不下多少個專案 所以搭配OWC的MiniStack STX Sounderboard 4 雙槽硬碟外接盒 就輕鬆解決了我儲存空間不夠的這個問題 OWC MiniStack STX裡面可以放了一個 M2的2280 SSD 然後還有一個2.5吋的SATA硬碟 市面上買的到規格盒等都可以塞進去 你可以自由的選配想要的容量組合 最高讀取速度高達770Mbps 實測以RAID 1來跑 甚至可以跑到讀取速度977Mbps 也就是說就算你的專案檔有100G 只要不到兩分鐘就可以複製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如果你不想複製 直接從外接盒上面讀取來剪輯 也是完全絲毫不卡頓的 除此之外 它的造型可以完美的疊在Mac Mini 或者是Mac Studio的上方或者下方 機身背面有4個TV4的接頭 然後支援局鏈 也就是你可以一台穿一台 然後一台再穿一台 最後你就有更多的TV4接頭 最棒的是 你只要把它的線拔下來插到PC 它就變成PC的外接硬碟 然後插到筆電就變成筆電的外接硬碟 如果你平常就在多個平台轉資料的話 這台OWC的MiniStack STX真的是相當方便 說實話 在我看到蘋果發表會Mac Studio推出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就是我要的電腦 各位懂那個感覺嗎 就是你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 然後你就默默的在心中說 它我要定的 這感覺大家應該多多少少都有過吧 不過我猜後續應該都是 它被追走了 我懂 放心 Mac Studio不會被追走 就跟數學一樣 不會就是不會 蘋果的M1 Max晶片 我相信對於目前90%的創作者 都是足夠用的 不過放在MacBook Pro那個價格 真的是不是一般人應付而起 看看同樣規格的MacBook Pro 就算是14吋的也要86,900耶 整整貴了快3萬塊錢 我自認我的眼睛對色彩是沒有那麼的敏感 因此也用不到那塊螢幕 所以Mac Studio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對象 題外話 最近歐美那邊有一個奇怪的趨勢 就是把MacBook的螢幕拔掉 然後直接當成桌機來使用 因為鍵盤好打 然後觸控板又好用 只用AirPlay投影到更大的螢幕 甚至都不需要螢幕線 搞不好蘋果未來就出這樣子的產品 我覺得還蠻有可能的 那名字我也幫它想好了 就叫做MacBook Studio 好啦廢話說完了 還是來聊聊你為什麼也該買一台Mac Studio 而且是最低配版就夠了 先從數字的層面來看 最低配版的只要59,900 然後教育價只要53,900耶 前面說過相同配置的MacBook Pro 至少要86,900 換句話說在Mac Studio出來之前 你要花到快9萬塊才能有 這樣子的流暢剪輯體驗耶 那現在居然不用6萬 有多流暢呢? 這是一條4K 60fps的素材 這是10條4K 60fps的素材 播放起來居然都是絲斑順滑 那除了剪輯影片之外 它居然還能這個 沒錯 用虛擬機來打囉 雖然說畫質跟解析度都沒辦法全開 不過能用虛擬機打囉 然後還能有這樣子的遊戲體驗 那真的是我沒有想到的 更何況我現在還是用螢幕錄影的狀況下 用虛擬機在打囉 M1 Max都有這樣子的能力了 那你還真的需要M1 Ultra嗎? 還是你想要更流暢的打囉? 再來32G的RAM 我覺得基本上是相當夠用 但如果你有需求 然後又有充足的預算 要上到64G 我也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RAM這個東西呢 絕對是越多越好 雖然說再加32G 就要再加一萬兩千塊 但是你想想 你在2022年 人家在用DDR5的時候 你用DDR87的速度 差不多就是這個價格吧 接著我們看到硬碟 雖然說512G的空間是有點少 但是你要再加512G到1TB 還要再多花6千塊 實在是有點貴啊 6千塊甚至都能買一般的 M2 NVMe SSD 2TB的了 透過OWC MiniStack STX外接 更大更划算的硬碟 難道不香嗎? 雖然說速度是有點差距 但也夠快 而且還可以更換 畢竟不可能所有的專案 都存在你的電腦裡面 如果真的是這樣 你就算花72加8T的硬碟 到了有一天還是會不夠用的 不過 如果你平常在處理的 專案的素材量都是上百G的 那我還是建議你 把硬碟加到1T甚至以上 剪輯的時候 可以整個專案放在電腦裡面剪 還是比較安全方便的 畢竟外接不是不好 只是你真的要顧好 不然不小心勾到的話 你真的是會氣到跳腳 IO的部分 Mac Studio後面有4個TP4 一個10G網路 兩個USB3.1 Gen2 Type-A 一個HDMI 2.0 然後還有一個高科技的3.5AN耳機插孔 給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豐富 那我覺得比較尷尬的就是這個HDMI 2.0 最高只支援到4K 60Hz 也就是如果你另外搭配的是4K 144Hz的螢幕 就我的認知你就必須要用到TP4去直連或是轉接 那真希望我以後能有個4K 144Hz的螢幕來實測看看 正面是兩個USB3.1 Type-C 然後還有一個UHS-II的讀卡機 那有讀卡機我個人覺得還是相當方便的 總而言之 如果你也想要入手一台Mac Studio來剪輯影片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強力推薦的 那為了方便你選購 我整理除了我個人覺得最適合購買的三種配置 這三個是我目前看來相對划算 然後也是最適合大多數人使用的配置 那如果你未來想要升級你的電腦 這三種配置的二手也會比較好賣一些 我舉個極端一點的例子 假如你買了最低配版的 然後加72,000升級了8T的硬碟 總價就來到131,900 過個兩三年後或許都已經M3MAX了 當原本最低配版的59,900 二手價變成一半三萬塊 那就不會有人去花7萬塊買那個8TB版本的 想升級賣不出去你會很懊惱 但賣出去之後你又只會後悔賣得太少 至於M1 Ultra我個人是完全不考慮啦 那個價格我買個i9或者R9 然後配個3090難道不香嗎? 這麼多久我覺得光用聽的就已經蠻香了吧 以上的看法是針對大多數人試用的 那我相信也有極少數的人是真的需要非M1 Ultra不可 不過相信我 大多數的人買59,900的最低配版也不會讓你失望的 體外話最近蘋果發布了全新款的M2 MacBook Air 然後還有更新核心的13吋MacBook Pro 不可不說最低配版的M2 MacBook Air 37,900的價格是真的香啊 但是那僅限於你平常的用途是追劇或者是文書工作 畢竟2022年還買硬碟只有256G的電腦 要不你就是極簡主義 要不你就是家徒4B 不然你就是真的很懂得斷捨離 如果你想把256G的硬碟升級成512G的話 又要加6000塊 看來MacStudio 512G升一T真的是算很好心了 沒辦法 蘋果的一貫策略就是這樣子 最低配版的好划算 那你想升級的話 你越划越不划算 買蘋果電腦就如古人說的 現在久一點 電腦用久一點 好啦今天就聊到這邊 因為換電腦太開心了就扯了一大堆 你不會還在等我念跑分成績吧 我又把它放在下方資訊欄了 去找吧 這集的內容就輕鬆一點 那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Enterbox 想看我們開箱什麼產品 或者是在聊聊什麼產品的選購建議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欸那個是沖啦 來了 有!" 有些人 有些人 你等一下